回到全王首座的乾坤花椒机 光刻的制作成本是要2000块钱打上 看一下花椒的个头都比我手臂还要出 准备一些八头的红花椒 下午一些姜片和米酒进行蒸饰 大火蒸饰半个小时 再下午冷水浸泡它一晚 就可以得到我视频前面的那个脏发好的状态 大家看好了 我要你们每个人看到我这个视频 都可以学会这个整肌去骨的方法 把脚砍到关节处 再把他的脖子从囊处和颈部砍断取出 洗下肌脖以后 再切断肌甲和肌刺连接的关节处 两个地方都要同时切断 是不是太简单了 你看到这里已经成功了一半 这个步骤就不需要再用刀了 好像脱衣服一样 慢慢的把它的皮撕下来 我这里会有一个加速 大家仔细的看好了 拨到鸡腿的关节处 就用刀背把它敲出皮肉分离 鸡腿直接把它掰断 再把它切下来 直至拨到鸡屁股的地方 直接用刀就可以把它切断 现在就得到一只完整五骨的鸡 但是翅膀和腿的部分还有一些 等一下我们再进行一个细分 到了这个步骤就相对比较简单 鸡翅和鸡腿你就把它所有的筋膜切断 然后抽下所有的肉下来 鸡腿的处理方法和鸡翅是一样的 花椒的营养我就不在这里追溯 大家在选择花椒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厚肉的 无意味颜色要选择偏暗黄 现在我们这一步把花椒精神应该绘制 下午熬18个小时的高汤 我这个高汤用的是金黄火腿 排骨老鸡 用小火熬制了6个小时 再转大火熬制2个小时 高汤里面再下午一些蚝油老抽 一点点的鸡汁再给上一颗冰糖 不够味的话再下午一点点的盐 给上少许的淀粉水 让它有一个流离的状态 看到这种胶质的状态 就可以下午花椒进行绘制 大概把它绘制1-2分钟 然后把它盛出来再灌到鸡肉里面 其实你绘了这个整只弃骨的方法 鸡不一定要放花椒 也可以放成鲍鱼或者糯米八宝 提着两个鸡翅再利用鸡脖把它绑紧 再准备一锅开水 连到它表面上让表皮收紧 碗中准备一些炸好的菌类 再下午我们刚才抽老水的鸡 鸡表面上给上一些姜葱花雕酒 撒上一些盐巴给一个底味 最后再给上一些花生油蒸香 放到蒸香里面 大火蒸它10分钟 转小火蒸它50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花椒鸡 是不是更加有档次 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出锅以后剪开它 先吃花椒再吃鸡 底部的鲜菇也很好吃 这道菜是我今年做的最好吃的一道菜 花椒它的厚实加上它的黏性 这个汁配起来很香 既有鸡的味道 也有排骨薄水的味道 非常香 老婆过来吃饭 好哇塞哦 太棒了 那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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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